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Kylie 懒人火就吃得多 但懒人拉麵你們有沒有試過呢 這款拉麵外賣用了全新包裝 麵的三熟度煮得剛剛好 吃的時候先加入湯底 再加水落發熱包 蓋上蓋子就吃得了 適合懒人了 首先試下招牌叉燒豬骨湯拉麵 有糖心蛋和肥瘦均勻的叉燒 豬骨湯很香濃 而且夠曬熱 拉麵還是這麼大額 不會浸到軟 喜歡松口味的朋友 可以試下麻辣牛肉拉麵 湯底好像麻辣火一樣 很飽味 再試下豬軟骨拉麵 豬軟骨大大塊很軟 另外還有芝士薯餅 章魚燒 日式有雞等小食選擇 薯餅脆薄薄 咬下還有半熔芝士 按入內門在哪裡買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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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